非常玄学的,它附送了一个耳机 那么没错,好,那么没问题 你附送耳机很好 但是呢,它是一个3.5毫米的耳机 OK,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款手机在我使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的使用感受 首先我要在之前说的就是 我不会像其他评测机构那样去连接电脑 进行每个游戏的测试看看帧率 那么我知道买X12的人 其实也有很多一部分 其实它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 但是呢,我介于我不喜欢玩游戏 而且呢,我认为索尼的手机 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非常适合玩游戏 那么具体是怎样的话呢 我后期就会跟大家讲 OK,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手机的这个背壳后盖 那么这一次呢,是采用了这种玻璃后盖 那么也是采用了整个流行趋势 因为大家先都要开始做无线充电嘛 所以说呢,玻璃后盖是无线充电的这个必备 那么很多手机呢,像Mix2S啊 Gaxe S9,S8甚至S6 那么S7还有iPhoneX等等等等 这些手机呢,目前来讲都是搭载的玻璃后盖 并支持了无线充电 那么搭载玻璃后盖呢,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容易产生比较严重的划痕 第二个就是背部非常容易沾染指纹 那么XZ2呢,它的背部虽然是有部分涂层 但是呢,在我使用大概30天之后呢 目前来讲已经涂层基本上是没掉了 那么首先呢,是有小小的划痕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因为没有涂层了,所以说更容易沾染指纹 那么我大家的手并不是像爵士那个样子 就是一点油都没有 是肯定会产生一些人体的油脂的 那么在我平时使用这款手机 如果说我不经常的去洗 不经常的去擦的话 它的油脂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我非常建议大家呢 随身就带一个菜刺 或者任何一家的这个擦镜片 或者是擦玻璃的一种这种纸 没事给你的爱记擦一擦 当然如果说你不是裸奔吧 你喜欢带壳带套的话 那么这句话当我没说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背部呢 这次是吐槽最明显的一个重灾区了 那么我个人认为确实它的背部长得真的不是那么的好看 首先呢 这它我不确定啊 这这两个为什么要是这么样的设计 就是说指纹和它的这个镜头搞得这么靠下 那么它把这个激光红外线传感器 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的什么样子一个小白点 还有一个单色纹的闪光灯放在上面 我认为这样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奇葩 那么这样的设计就导致 比如说你在正常解锁手机的时候呢 当你手指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其实是非常别扭的 你的整个手姿是这种掐着这款手机 而不是你看如果说我想正常使用这款手机的话 那么它的指纹识别至少是在这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呢 它恰恰又留给了摄像头 所以说呢 这一点那么基本上也就是很多人在吐槽XZR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次呢 就是它的 因为它采用了玻璃后盖 并且呢 它为了达到这种比较顺滑的手感 它整个抛弃了它的家族设计语言 也就是说不再变得那么的方正 那么而这一代其实已经不仅仅只是不变得那么不方正 而是变得非常的圆滑 或者是像HTC之前的那种臃肿了 我们看到通过官方数据来看 它的最后已经超过了一厘米了 那么在手机超过一厘米 在目前来讲的话呢 还是比较厚的了 而且因为它的厚度增加 又采用玻璃后盖 所以说呢 这款手机的重量也非常的重 也被网友戏称为锁半斤 那么它的重量 可个人来讲的话呢 其实和戴了套的iPhoneX是差不多重量的 我觉得如果说它真的有人说它太重的话 我觉得真的没那么重 其实和小比相比于小米MIX2来讲的话呢 它还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轻一些的 那么整体的外观呢 其实在按键方面呢 其实还是沿袭了索尼的一贯的设计 比如说一个牌照按键 这边的一个电源键 这边是上下这个音量键 那么底部呢 它是采用的是去除了耳机接口 那么采用的是这个TypeC 那么底部呢 它也是跟了潮流啊 取消了这个耳机孔 那么取消耳机孔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哦 还可以吧 如果说大家都在取消 那么你取消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像比如说像小米取消的话呢 它是送了一个转接头 那么如果像锤子部分机型取消呢 它是送你一个TypeC的耳机 包括其他厂商 它会送你一个TypeC的耳机 而这一次呢 索尼非常玄学的 它附送了一个耳机 那么没错 好 那么没问题 你附送耳机很好 但是呢 它是一个3.5毫米的耳机 它在另附送了一个转接头 王德发 王德发 大家 我也是醉了 你自己把自己家的耳机设计成了一个 你自己去除了自己的耳机孔 然后呢 耳机没有进行更新 而仅仅只附送了一个转接口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滑稽吗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滑稽 那么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说 XZ2呢 其实它可能原始设计的是设计有耳机孔的 但是为了迎合潮流 它又取消了耳机孔 但是呢 这批耳机又生产出来了 又没办法只能赶牙子上架的把这个耳机和转接头同时发给用户 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 它为了这个节省成本呢 将之前的耳机拿过来 然后呢 再做一批转接口来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索尼XZ2的诚意不是那么的足 那么其次呢 再说回外观 那么除了Type-C接口以外 它是支持这个QC3.0的具体充电表现 我后期会说 那么这边的边框呢 和这个玻璃呢 是有一点点的空隙的 那么在我使用了30天以后呢 在空隙是逐渐变大的 那么我不太清楚是为什么 但是还好 就算再大呢 仅仅是只能感觉出来的大 而并不是说能塞进A4纸 像小米5那么那种品控那么差的存在 那么整体 整个索尼的这个XZ2这次的品控来讲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好 毕竟它的价格已经卖到了799美元 这边呢 同样有天线艺术带 那么上面呢 也是采用了就是索尼的 也应该算是家族式设计吧 就是这种 二合一的这种推拉式 这种一下就能拔出来 用手就能抽出来这种卡槽设计 这样的卡槽设计好处就是说 你出门的时候 你不需要带这个SIM卡槽 SIM卡针 你就可以进行替换 那么换处就是你很容易 就是有可能会 哪一下不小心就会把这个卡槽仓给带出来 那么这一次呢 是采用了这个 二合一的设计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两张Micro SIM卡 或者是 一张Micro SD卡 那么这次呢 也非常的良心呢 它也是支持这个内存扩展 那么这次可以选择是一张Micro SD卡 和一张Nano SIM卡 或者是两张Nano SIM卡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次非常良心 它还支持这个内存扩展 那么内存扩展的重要性有多么重要 首先呢 它的机身内存是64GB 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讲是完全共有了 但是呢 对于某些喜欢拍照用户 像索尼 其实它的影像设计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那么你喜欢拍照的话 64GB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我当时呢 就非常蛋疼的买了一个64GB的iPhone X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在我使用现在以后呢 我拍的每张照片 为了给我本地空间留下一些数据空间 所以说呢 它会在我每拍一张照片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呢 自动上传云端 导致我所有照片全部要删除 OK 那么在储存来讲的话呢 它是最高是支持到400GB的这个SD卡 那么对于它也是支持这个4K拍摄 那么我认为 如果你加上一个SD卡的话呢 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提 再加上一个稳定器 它完全可以替代 基本上很多的运动相机 包括部分的这种卡片机的 那么首先呢 它是这个 它是它这个叫做高级自动啊 就超 就特别高级的自动 我不太清楚 这高级自动和普通自动 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么它也没有普通自动的选项 我觉得这挺挺奇怪的 那么索尼呢 它其实相机的设置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认为索尼的相机 其实它做的UI 其实做的并不是很好 其实大家如果说真正使用的话 你拿起来拍就好了 那么关于手动模式呢 它的设置其实还是比 是比较正常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焦距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Shutter Speed 就是我们的快门速度 那么它的快门速度呢 最高是一秒 没法进行这个B门的曝光 那么最多也只有一秒 我觉得可玩性可能降低了吧 我觉得至少 如果说你是索尼的这种专业模式的话 我建议呢 它可能最好设置到 比如说五秒或者二十秒来拍一下车流 我觉得是会比较好的 那么ISO呢 最高呢可以达到一万两千八 那么一万两千八呢 这个数字其实很玄学啊 很多手机都喜欢说一万两千八 包括相机也是啊 ISO最高达到一万两千八 那么我知道一万两千八的ISO 基本上没有人会去用 除非你按到不行 你才会去打到一万两千八 但是呢 当你达到一万两千八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整体的解析度 或者说噪点是非常爆棚的 就是说整个噪点 基本上就是没法看的 所以说我认为 它尽管能达到一万两千八呢 还是不要用了吧 那么它就是一些曝光的一个调整 和白平衡的调整 那么白平衡调整 我觉得把它设置为AUTO 就是比较合适了 那么这一次呢 Video拍摄呢 它其实是支持H.265拍摄 那么H.265 针对于H.264的区别呢 其实大家网上Google一下 其实或者百度一下都能搜索 那么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这两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它的压缩比 或者它的这个 在同样的体积下 H.265呢 会比H.264呢 会记录更多的信息 记录更多的细节 那么大家觉得H.265 到底有没有用呢 其实我认为 对于目前来讲 很多设备 包括很多电脑 H.265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因为只有 应该是 我记得是 Final Cut Pro 是不能直接进行 H.265的剪辑 必须进行一个转码 可能对于这个视频进行剪辑 所以说呢 H.265 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仅仅对PR用户 会更好一些 那么这一次呢 它是支持这个H.265的拍摄 那么目前来讲 支持H.265的屏幕 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少的 那么我 目前来讲 我知道了 就是有iPhone X 三星 还有这块现在是索尼 目前来是支持H.265的屏幕 那么我记得好像是 目前来好像是 1加6好像也支持了H.265的屏幕 具体没几次去看啊 也请弹幕来跟我纠正一下 那么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 拍摄 那么这个H.265到底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的HDR就跟手机上的HDR差不多 就是说可以记录更好的这个对比度和更好的一些亮度细节 就是说会怎么讲 就是说你看这个视频肯定HDR就比非HDR强很多 也不能强很多 就是说会强一部分 就是有肯定就是比没有好嘛 那么我后期会给大家播放一个HDR的视频 大家其实可能应该会看出一些区别来 那么对于APP方面呢 其实它的AR这些KID什么的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care了 因为我觉得手机你就玩玩而已 所以说我觉得还好 那么慢动作呢 它是支持180帧的这个960P的慢动作 基本上就是也是瞬间啊 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鸡肋的一个存在了吧 所以说呢 我是肯定不会去用了 那么它的创作能力的话 我觉得它的噪点还是比较高的 相对于上一代它虽然有所提升 但是呢 噪点还是不太能够能够忍受相机拍摄正常视频 然后呢 你又想来一个960帧的升格的话 手机放进去绝对是会给人一个 哇 这这这这拍些什么 这个画质好垃圾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垃圾 所以说我不是非常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功能 当然如果说你发个朋友圈装个逼 倒是还是可以的 OK 那么其次就是说 它的这个成像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 大家看我点击成像啊 比如说我们使用快门键进行成像吧 哎 这次还比较快啊 对 其实在你拍照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有的 那么它对于iPhone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知道iPhone 其实它就是按一下以后 马上底下就会有这个照片 就是可能是视觉要优先级会比较高一些 而索尼呢 它可能就是吃力不讨好的那种感觉吧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它有什么3D大师啊之类的 这些功能 我觉得呃就是一个噱头部分会比较高一些 就是这个3D的这个3D crater啊 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玩玩就好 呃真正日常使用的话 你根本不会去用到它 其实就是索尼这一次卖点是什么 它增加了一个有点像 屏幕的type engine的一种这种震动线性马达 那么这种马达的好处就是给你带来这种 就是说不会像那种转子马达一样啊 就是那种不是非常干脆的震动 这种震动就是非常的干脆利落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它的提升 非常非常没有完全感受到那么非常明显的提升 首先呢 iPhone在你每次比如说滑动 首先呢 iPhone每次在滑动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短促 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震动 而它呢 就是说我完全没有找到就是有这种调拨闹钟 来给你进行一个震动 那么它是完全没有的 它平时的震动呢 我认为就是在平时我点按的时候呢 其实和我的那些比较好的带转子马达的手机 其实是差不多 那么整体感受大概和MIX2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是这么感觉 也可能是我这台机器的问题吧 反正我是没有感觉出来 那么其实就是说 因为它搭载的这种马达呢 它是可以在你播放最炫民族风的时候呢 用手机和你进行一起摇摆 那么具体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个YouTube视频吧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它是支持YouTube的一个同步震动 那么我们在打开YouTube 今天很有声音的时候 它会直接弹出一个震动的选项 那么我们有关闭 小中高 那么我觉得高的话呢 就是比较灵敏 就更快的容易震动 那么建议大家就调到一个 低或者是普通啊 就可以了 当你声音大一点的以后呢 你就会能感觉到 它的震动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个震动呢 其实它是根据 我认为是根据它的这个 一个低音或者是 突然一个高音来进行震动 就在普通的声音情况下是没有的 那么这也确实是 就是说在低音的时候呢 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震撼感 它是部分应用是支持 部分应用不只是 像我这个YouTube呢 是支持这个应用的 所以说在你调整声音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三个档位 低中高三个档位或者是关闭 那么我平时在看YouTube的时候呢 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关闭 是因为它在震 它的震动并不是非常的完美 还是有点像转子马达 那种嘶嘶嘶嘶嘶的那种震动 而不是那种像iPhone X那种 Typed Engine那种 登登登那种感觉 就是说不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它的震动马达 也可能是因为 我这款手机的凭空问题 那么我也不能 乱 往下定论 有人就开始说了 那么索尼的UI丑啊 丑到爆炸 那么其实我觉得 嗯 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可以啊 那么在索尼升级到安卓8.1以后呢 它的UI整体设计呢 其实没有偏离太多 但是呢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自家的一种设计语言 还是在的 比如说二级抽屉啊 等等等等 但是呢 呃这个原来的那个案件啊 也是变成这种实体的 而不是原来的那种框框 那么有人说 其实索尼的图标不好看 那么其实我这里呢 是使用了一个图标包 那么索尼呢也是非常良心啊 直接可以让你选择图标 不像其他手机那样 没法进行啊 刚改个图标包 非常的麻烦 而索尼的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 哦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喜欢我的图标包 所以说呢 我给你开放了我的图标包的 图标包的一个选择呢 那么外观其实这个这个UI呢 其实我觉得设计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是港版的 所以说呢 它是包含了这个谷歌原生的UI 谷歌一些自带的一些应用 呃 它的这个优化 美工其实还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 因为我搭 因为它没有像国电那个 呃 不是大陆的国航版本 所以说呢 它没有节点优能 但是 它虽然没有 但是呢 我没有万能的网友嘛 大家可以在网上面的下一个 呃 应该所言是应用权限管理器 然后呢 再下载这个节点优能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使用大陆版本的节点优能了 那么我在我使用前使用后呢 大概会有 在待机方面呢 一晚上如果我在使用前大概是一晚上掉电大概是在十六到十七左右 当然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呃 我拿到手衣以后把所有流氓用意圈都下了淘宝支付宝微信啊 那个啊 微信其实也不算太独流了 UC 呃 你有咸鱼呃 百度百度贴吧 然后百度那个网盘 那么我现在呢我是删了一部分了 但是还是保留了一部分 那么在我下完节点优能以后呢 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以晚上的精进交电7%到8%左右 那么是一个将近10%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呃 如果是大家是如果不想用黑玉 呃 每次要连接电脑那么麻烦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一可以尝试一下节点油能啊 然后why not 其次就是说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对于它的代机表现 那么在之前我用iPhone7 plus的用这款手机的话呢 我会特别恶心这款手机代机表现真的是非常垃圾 毕竟安卓有很多流氓应用在后台进行启动啊等等的 但是呢 在我使用iPhoneX以后呢 对于它的流畅性 基于iPhoneX的流畅性 在基于iPhoneX的掉电表现 在基于iPhoneX的电池表现来讲的话 那么这一次呢 索尼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么其实在它的官方网站上面 其实它也是讲了 它电池是够用一天 其实它没有这么说 比如说什么能撑到像小米那样什么五到六天不充电之类的 它宣传语就是够用一天 所以说呢 我觉得它电池也确实是够用一天 那么这个够用一天呢 其实是其实还是主要还是有点像待机的 那么如果说你是不停的玩的话呢 像比如说我刚刚呢 在拍视频之前呢 我就搓了一把国际版的这个PUBG 就是这个PUBG Mobile 那么玩一把 我就是从开始到吃鸡大概花了十多分钟左右时间 那么它掉电呢 是12%到13%左右 那么我是开了全特效 那么我这里也要说一下 在我开全特效 HDR花质的时候呢 所有都达到最高的时候呢 我是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卡顿的 那么这次845确实是很牛逼很牛逼啊 而且呢 因为我是港版的 所以说它也有6GB的大运策 对于索尼来讲6GB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天赐的恩惠啊 所以说6GB的大运策 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是 玩游戏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 它的发热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 比如说在我玩游戏的时候呢 它的发热基本上 我刚刚就是比较烫手了 就不能说温户了 就烫手了 我觉得你玩到两到三局 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把手机放在那 让它稍微休息一会儿了 我再说回电池啊 那么玩游戏比较耗电 那么平时的话 我大概耍了两三个小时的淘宝 或者是偶尔再看一小会儿的 哔哔哔哔哔的话 那么它的掉电大概两三个小时 我基本上是晚上睡觉之前 大概玩两三个小时手机 大概能掉大概十个 那么它的充电速度呢 其实我认为不是非常的快 因为它这次呢 仅仅标配了一个QC3.0的这个充电头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都是QC4.0的 它的充电表现 并没有我觉得想象中的那么好 它大概是在 我从来没有测它的0到100 因为我不会把手机用到0% 而且用到0% 对于手机电池也不一定不是非常友好 一般会用到40%到30%左右开始充电 那么从30%到40%充电的话呢 你需要一个小时零十几分钟才能充满 那么我可能0到50% 可能充电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但是呢 在我还是比较还是模拟 大家平时在使用的长期等的话 还是30%左右开始充电 充到100% 大家需要一个多小时 那这款手机呢 基本上我想说的点也基本上都说了 那么它的指纹识别呢 非常的别扭 它的整个后盖呢 容易滑伤 虽然为了无线充电妥协了很多 但是呢 它背弃了索尼的很多的设计传承语言 包括了啊 这种比较方正的那种造型 XAP那样方正造型可以立在桌子上的传统已经完全没有了 那么这次呢 也可以在桌子上进行旋转 当然了 如果你忍心你的后盖的在这个位置有很多划痕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不停的旋转 那么同样呢 这次的所谓的这个线性马达呢 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完美和距离 iPhone呢 还是有很大的一段的差距 那么这次的像样头 因为和其实和XAP没有任何的提升 仅仅就可能是因为处理器的提升 所以说ISP或者一些处理性能的提升 所以说呢 它支持了1080P的960针牌动作 但是呢 它仍然还是非常的鸡肋 那么这款手机的特点 其实就是说没有任何特点 它的特点 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的话呢 它是完全体会不到 完全很难去用到的 比如说你看 像一加六的话呢 它的特点 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太多的特点 就是一个非常水桶的机型 那么XZR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水桶的机型 那么但是呢 它基于它是非常水桶的机型 那么为什么我会要去花将近5000块钱去买XZR 而不去买仅仅只有3000多块钱的一加六呢 这确实是索尼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索尼它的定位 其实属于一个偏高端的一个市场 但是呢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索尼向时代则进行妥协 在你妥协的时候呢 当以前的那些索尼的粉丝 其实已经开始不买账了 而你定价还是这么的高 那么那些索尼的粉丝可能会去转投更其他的一些厂商 比如说像 HTC一些更有情怀的一些厂商吧 所以说呢索尼这次呢也有人说 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不能守护一副的微笑 那么确实是 我觉得这一代手机呢做的确实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 因为它太水桶了 所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些比较惊艳的点来给我带来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在我之前拿到所有手机的 所有索尼的手机的时候呢 我都会眼前一亮 哇这种全平衡的设计 这种扁平化的这种感觉 那么感觉就是索尼的那种 在很早之前那种或者日式的那种差距的风格 那么现在呢索尼它也是走向了这种大众化 我不能说好 也不能说坏 我只能说 OK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索尼这个XZR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体验视频 那么更多视频呢 请关注Technology VBA的官方订阅账号 也可以一下屏幕这个位置的群号 100215 娃娃和我们四百多位小伙伴们一起来交流你的购机心得 OK那么这款手机同样呢 我也会在暑假回去的时候卖掉 那么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如果想知道的话呢 可以翻翻我的动态就知道这身上设计有多便宜了 那么我同样的是要求先款 为什么要求先款 我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带回去以后 如果你突然又不想要了 比如说我走鲜鱼 或者你突然不想要了 那我要同样新鱼再挂再卖 那么我很有可能那时候我已经要回去了 我就不能及时的拿到这笔钱 或者及时的将这款手机出掉 我可能又要再带回去 那么这个对于我的这个损失就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 我呃 大家应该理解理解啊 甚至于海外的UP主的一些难处吧 呃 所以说呢 需要先款 那么基于你会基于你是先款用户 所以说呢 你的价格会非常非常便宜 那么我只能跟大家说一下 这款手机会比咸鱼的普遍价格低500到600左右啊 大家心里就知道了 那么我大概会在六月底的时候回过 OK那么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期视频比较长 因为好像废话有些多 我OK那么就这样 拜拜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